我的天哪 这天怎么说下就下呀 这今天这手机啊 和今天的雨一样 这钱啊又给收光了 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我手里也没有钱了 不行 我得回家给我儿子要钱去 怎么着也得把这个本给翻出来 还要得赢钱 行就这么着 回去啊给他俩要钱去 颜阳 你看咱妈 她都这么大年纪了 这天天就吃着出去打牌 你说她什么时候 才能把这毛病给改掉 是啊小哥 你说这自从 咱孩子出生以后 咱妈就没在家看过孩子 你看咱俩 平时工作又忙 也没什么时间看孩子 这咱妈又整年出去打牌 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是啊盈盈 你说咱妈那么大年纪了 这天天就知道打牌 还越打越大 孩子也不知道帮咱们看看 等妈回来啊 要不就跟咱妈好好商量商量 别再去打牌了 在家里啊 帮咱们多看看孩子 行 小哥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你说咱妈现在打牌 也是打得越来越大了 她输的一天比一天多 这样下去 也可不是个办法呀 等咱妈一会打牌回来了 你可得好说到说到她 行 我知道了盈盈 你说啊 咱妈自从我这孩子出生了 都没给过我好脸色 总是嫌弃啊 我生的是个女儿 不是个大孙子 天天啊 也不着家 我一提她给我带孩子吧 她就说 这丫头骗子 以后啊 都是赔钱货 你说啊 我这心里啊 也都不是个滋味 这怎么能行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妈怎么还住男轻女啊 妈 小哥 你回来了 你们两个在家呢 那个小哥 妈 给你商量点事 行吗 你看 妈今天打牌啊 又输钱了 你能不能 今天啊 再给我点钱 妈 把那个本给翻过来去 啊 妈 你要说要钱 可以 我这个当儿子的啊 也该给您钱 但是 你要说 给了您钱 还要去打牌 那我就不会给您了 你说 这天天给你拿钱 你天天打牌 每次啊 刚把这个洞补上 你就又去挖了一个坑 你说这个坑 要填到什么时候 才能填满啊 还有啊 我跟盈盈 这孩子啊 我们俩也没时间待 天天啊 我们这工作 都忙 你说你在家 也没什么别的事 你就把牌啊 放一放 别再出去打牌了 在家跟我们啊 看看这个孩子 怎么说 这也是您的亲孙女啊 怎么着 儿子 现在 妈找您要的钱 你怎么那么多理由啊 啊 爸给您要钱 怎么了 你又应该养着妈 妈您要 您就得给 妈就骂你养那么大 也不容易啊 现在妈就这点爱好 爱打个牌 怎么了你 行妈 你要钱还账 可以 但是您得答应我 以后不准再去打牌 是啊妈 你说你爱好是好的 但是吧 你也不能天天都去打 而且啊 也没见你怎么赢过 这一输啊 就是输好几百好几千的 你说 这咱家这条件啊 也承担不起啊 怎么着啊 现在连你都敢教训我 我给我儿子要钱 关你什么事啊 哼 还想让我给你们看孩子 是个丫头骗子 又不是大孙子 为什么要我看啊 你们自己不会看啊 是个陪闲 我还在这炫耀 就这点本事行 行了妈 盈盈刚才说那个话 也没有别的意思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 这么着吧妈 您啊 要钱 行 我给您拿 但是咱俩有个条件 您看行不行 说 您以后啊 帮我看看着这个孩子 你要是缺钱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或者直接来我家 我来给你拿钱 您看这样怎么样 行 我给你看 那先说好了 这个牌啊 您可不能再出去打了 行 都听你的 那行妈 你也该饿了吧 儿子啊 去给你做点饭吃 行 去吧 来吧 把孩子给我 你也去做饭去 做到干嘛呢 我来了 也不知道去做饭 去啊 让我儿子做饭 这生了个赔钱货 还让我看着你 这我最近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手气怎么一直 那么臭啊 就没有赢钱的时候 这欠了那么多钱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也没有好主意啊 给我儿子要钱吧 我儿子现在也不给我了 给他要的也不少了 也不能一直拖累他呀 这个怎么办呀 谁的电话呀 哎呀我的天哪 这是用药罩呢 怎么办呀 喂 喂 桃子婶 你这 在我这麻烟馆 抢着钱 什么时候还啊 是龙龙啊 那个 你看 婶现在手里 没有多少钱 能不能 再宽限几天啊 龙龙 婶 不是我说啊 你这钱 抢了 可有一段时间了 我再宽限 能宽限到哪里啊 婶 赶紧想办法 还钱吧你 龙龙啊 求求你了啊 婶啊 你看 整天在你麻将馆 打赔 咱们啊 就跟亲人一样 我见着你啊 可亲了 你看 能不能再宽限 婶几天 婶现在手里啊 真的没钱 不过啊 龙龙啊 你放心 婶现在正在想办法 如果真有钱了 立马就还给你 行不行啊 龙龙 婶 你啊 要是真没钱了 我啊 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你 把钱给还上 真的啊 龙龙 那你说 婶听着呢 婶 我听说 你们家 有一个 女孩是吧 是啊 我是有个小孙女啊 怎么了啊 龙龙 婶 不是我说啊 你说 你们家 要个女儿 干什么呀 那不是赔钱吗 长大之后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啊 你呢 还不如 卖给 那边老王家 老王是光棍 他 正想要个女儿呢 龙龙啊 这 这个 我 可不能 这样干啊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亲随女啊 要是让我儿子知道了 还不打死我呀 龙龙 你 这个主意 可不能啊 不能行啊 婶 不是我说你 你说 你要那孙女 干什么呀 再说了 你在我这 可欠了 有十五万呢 行 那龙龙啊 那你 容氏 想想 行不行啊 只在考虑考虑啊 如果考虑好了 就打电话 联系你啊 行 是 这事好说 想好了 联系我啊 行行 那我挂了啊 龙龙 行 就这么办啊 这怎么办呀 这 这怎么办呀 这真的要把我小孙子给卖了 行 就狠狠心 就这么办了 反正也是个压套骗子 以后啊 让我儿子啊 让我儿子啊 再生一个大孙子就可以了 行 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哎 哎 你们两个起来了啊 妈 呃 我跟盈盈啊 这不准备出去一趟 妈 你看这孩子 你能不能先帮我们看看 看孩子 那行 来吧 妈 帮你们看着 你们啊 该忙忙啊 你们啊 出去吧 那行 辛苦你了啊 没事 什么辛苦不辛苦啊 这是我亲孙女 我能不看吗 那你们啊 要出去啊 那就走吧 行 走吧一秒 行 慢点啊 这他们两个也走了 行 我啊 现在就给龙龙打电话 联系他 喂 龙龙啊 喂 婶儿 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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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啊 现在我正抱着呢 我儿子啊 也不在家 行 行 是 哎 等会儿 英勇 怎么了 我手机是不是忘拿了 咱得回去一趟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怎么 龙龙 那孩子如果给了你 那我那债怎么办呀 哦 哦 哦 那行 行 龙龙 那债全撤销了 好好 可以 那谢谢龙龙啊 谢谢给我 对我出的好主意 婶子 这就把孩子给你送去啊 行行 我挂了啊 妈 你这是抱着孩子干嘛 儿子你回来了 那个我想抱着孩子出去溜溜弯 妈 你别装了 刚才啊 打电话说的 我们全都听到了 妈 芸芸 你误会妈了 妈只是带着孩子出去散开步 孩子啊 在家也别一天了 出去放放风了 行啊 妈 把孩子给我 你别以为我刚才没听到你说的什么 我刚才 全部都听到了 你跟那个什么叫龙子的人打电话 说 你为外面欠了账 要拿我的孩子去抵 妈 是不是真的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这可是 你的亲孙女啊 妈 是啊妈 这可是你亲孙女啊 你怎么 还 还能打她的主意啊 儿子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妈的错 行了 别再说什么都对不起了 我看你啊 以后还是别指望的再抱你这个孙女了 你还是自己回老家吧 儿子 妈知道错了 别赶妈走行不行啊 妈也是没办法呀 儿子 妈求救你了行吗 行了妈 走吧 走吧 儿子 别打破了死我行不行了 银肉 唉 唉 你别生妈的气啊 我妈 她这人 肯定是 一直 一直没想明白 她这么做呀 妈 她可能也是有难处啊 她有难处 我看啊 她就是在外边 打牌欠了账 竟然 她妄想 拿我的女儿去抵账 行了银肉 你也别生气了 今天啊 你就别出去了 在家看孩子 自己去就行了 行了 你先去屋吧 行吧 好 好